向下一列 剛剛不是學過嗎 有沒有 就多增加一個向下一列 有沒有 然後再貼上 欸 不就貼上了 再來一樣 向下 然後再向下一列 再來NAS 一樣的方法 有沒有 二月份複製 切到一月 再怎麼樣呢 再把二月放過來 因為現在 I 等於二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去抓二月 第二個工作表的名稱 放在那個 Active Sale 二月對不對 然後向下一列 欸 這樣不就好了 OK 所以全部跑完 就會看到什麼呢 就會看到那個我們 這個 一月 二月 三月 的這個名稱 OK 不過呢 這個是第二階段 也許有這樣的需求啦 如果你剛好有這樣 因為不然的話全部都貼上去 哇 那哪一段是哪 哪一個部分是 哪一個工作表名稱的話不知道 那如果你的需求是這樣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 差別 特別是只有差兩行 就這兩行 然後呢 放在哪裡 也很重要 那這兩行其實很重要 就是如何取得 這一行是如何取得 你現在工作表的名稱 這一行也是一樣 就是向下一列 那你放在哪裡呢 放在貼上的上面就可以了 有沒有 貼上應該可以 這一行我想應該也可以知道什麼意思了 就是貼上 所以這兩行加上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是第二階段 增加那個你要的那個月份名稱 在哪裡呢 在它的範圍的上面 不過你想這個好像還是 好 這是第二種變化 第一種變化 第二種變化 第二種變化是 如果我希望 我看一下這個應該 OK 就是說呢 我把它改一下 如果我的需求是這樣 嗯 再來 這邊有個VBA VBA是不用錄製劇 直接寫 OK 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是做好的 如果我的需求是 這個 希望怎麼樣 可以 這個月份就是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貼上來的時候呢 自動幫我加一個月份名稱在前面的話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這個部分就沒辦法用錄製劇集的方式完成了 就要改成用全部用VBA來撰寫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是第二種變化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好 那現在的話 我如果今天 不要錄製 不過這個可能難度又高一等了 就是 如果你完全都不要錄製劇集 要從頭寫的話 該怎麼做 我們step by step來看 那最後完成類似像這樣 各位可以最後自己再增加那個按鈕 你可以用插入表單裡面的按鈕 或者是說 插入圖案裡面的這些都可以 那我是用 反正這些自己看得懂的 你就做一個閃電放過來 然後呢 顏色放不一樣 第一個是第一階段的 第一階段的 那再來就是多一個清除 我用個叉叉 再來的話就是增加月份 再來就是用VBA 總共會有幾個幾個階段來做 可以先把它save一下 save的時候特別是要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這個地方的話 記得就是把它存成那個 有那個VBA的 有那個聚集的 活躍部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清除 我想第一步 是這個 增加 這個